好了 接着转一转口味 今天也有三场八甲赛事 先来一场 发较明高对高士劳 发较明高我没看错 现在财困 人脚一样 历战之下最终以2比3输给哥连泰 那就太败了 发较明高这一届大家不需要再对他有什么寄望 虽然是主场 但其实近三场没赢过球 而且现在人脚靠来靠去都是那几个球员 我自己觉得这一环球的前景越来越暗淡 但今场对手高士劳 你知道高士劳作客也是解释 近四场作客全部输了 你说输给金美奥 圣保罗那些算了 那些就很累了 但对着废古轮射 历斯非体会都是输球 那今场的球真的 作客是差一点的 无可否认 叫做止血 早前高士劳的成绩不是那么好 数一下七场球没赢过 大部分还要输球 所以其实他们很多场球没赢过 但是他们刚刚赢了一场二比零 主场赢破道基沙 叫做止一止血 但是就好像习惠典图所说 其实他们作客真的差一点 你说发较明高禁方又异了 说完也不用再说了 两队禁方差了 入球能力比较小一点 最�员是今年高士劳改善不了的导致 кол 现在他在说他是上半版排 wheels第九位 也算是这样 所拥出的 真的很難搞,因為入球大,要開小 好,習塞Dino的選擇入球小 接著去一場是戈賀尼茵斯對國際體育會 國際體育會早幾天,習塞Dino就OK了 國際體育會和入球大都順利開了 戈賀尼茵斯就沒得想,這個階段已經沒得想 德尼每一場都要拼盡,現在還要綁尾,綁末大戰 還要輸給肺股輪司,雪上加霜 相對來說,國際體育會的成績就算是這樣 但我自己覺得以國際體育會的人腳各方面 還可以有提升空間 上一場讓你淩莊,贏了,會不會淩莊繼續看國際體育會 當然會,這場球閉上眼都知道會選擇國體育會 國體育會作出成績就排第六,算不差 你說主場成績國領先在這麼多角度之中是最低的 三勝三和八闊入十六球室二十四球 主場成績再加上已經五年敗,長長不連盤都輸了 我沒理由不買國體育會 而且國際體育會值得一讚的 其實上一仗之贏名利路,他們是多名主力缺陣的 這件事也是難能可貴的,有時候也是那句 就算是否後備球員就一定差 那些體能各方面都還比較好 因為其實他們是科蘭、達高拔圖 沒有了達高拔圖後備 另外達馬奧也進到國家隊等等 所以其實這場球 我自己都覺得可以更看高國際體育會 始終國體會現在衰的都叫做排第六 那當然,你說距離第四位的華斯高 都仍有五分 但是我也是那句,因為那天華斯高 就被聖保羅拉了下水 所以在爭逐南美自由杯 那個情況下還未絕望 我當然會看高國體會的半線 看高國體會,不用想了 好,接著看這一場又怎樣 就是波圖基沙或波圖基沙 就將會主場出擊哥連泰斯 波圖基沙輸球 0比2輸給高士路 跟這班球的走向是很正常的 就是巴甲這些球隊主場就3分 或者是穩陣一點 在下情況下就相對比較頑皮 這個跟他們的特色都是相負相成 現在暫時排13位 如果你說降班呢 就舒緩了很多 距離的降班線也有9分 當然也不能掉以輕心 但是回到主場,他們的入球能力是有一定的 你看到波圖基沙近幾場主場都不差 不過有少少問題 凡親對著勁女 例如中上游隊伍國體會 寶地花、明尼路 主場都可以一比一打 對著藥女就能欺負人 對著中上游隊伍始終表現都差一點 但是哥聯達斯是有引誘的 近幾層都輸過給藥女 包括輸給肺育股聯絲和紐迪高 是啊 但是有一件事 我覺得哥聯達斯近期是改變了 如果季初 你看到他們是以 或者上屆拿冠軍的情況下 他們是以嚴密防守見稱 以及在南美自由杯 他們的防守能力相當出色 尤其是經常都不用輸 但是回到巴甲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早前的形勢太差 近期來說 他們似乎有開放式的踢法 近期大家看到在聯賽 經常都大手交易 例如剛剛那場3比2 法蘭明高 之前1比2 就輸給紐迪高 那場我都要大 另外主場也都3比0 利斯菲體育會 甚至在下那場對於 寶地花都和2比2 近期的走向 你看到哥連泰斯 其實你可以說 後防線 在下個轉會槍的時候 有幾個球員轉了會 再加上球隊的狀態又下滑了 所以防線肯定不及上半季 或者上一季 那這場球 會不會想到入球大 這場球的信心比較低 入球大信心比較低 但如果你要我選擇 我也會選擇入球大 我要入球大 這場反而我有信心 是嗎?你有信心 我覺得是波濤基森 你有信心 這場我入球大 因為我真的覺得 如果以波濤基森 在主場的入球能力 或者他們的攻力 大家可以看到 在主場很硬 明利路都是和的 也可以看到 波濤基森在主場有一定的實力 雖然說對對手強一點的時候 好像都未必贏到 但他們能夠入球 比如對國體會 對保地花高 我覺得兩球半不難搞 總之三球 我覺得戈源泰斯 近期的防線都有點跌 所以這場球 簡單一點 入球大 今天就眨眼 跟大家介紹這些球 星期六 希望大家過個快樂的週末 這個星期六沒有球 不,不緊要 我覺得少些賽事 還可能精闢 先節省一下錢 不是省一下錢 是慢慢去贏 贏 再贏一些本 當然贏了本 有什麼用 今天的贏波攻略 即今集 星期六 時間夠了 明天繼續有很多賽事 所以希望大家過一個 快樂的結尾 星期六 另外贏多些 明天炒足蛋藥 繼續收看我們贏波攻略 當然要上波湖十八端 看我們自己製作 還有其他拍檔的提示 還有分析 還有語音半像分析 好,今天時間差不多 明天繼續贏波攻略 到時再見,拜拜 拜拜